大家好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做这个纸盒子 我在网站上看到有很多朋友在介绍做这个翻转式纸盒的这个相片 非常有趣 但是好像很多朋友都有这个疑问说这个盒子要怎么做 我今天呢就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我希望我的示范能够让大家觉得这个纸盒子做起来很简单 怎么样的贴相片呢 因为很多朋友都已经在介绍了 而且他们做得非常详尽 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做这个纸盒子 首先呢我们就是准备纸 这个纸的话是8寸半乘以6寸 好我们就说要画线了 在8寸半的这一面呢 我们就要画2寸 4寸 6寸 8寸 然后再转过来 我们在同样的这个6寸的地方呢 我们就是做2寸的画条线 4寸画一条线 画好之后呢 我们还要再多做一个动作 那就是在这个1.5寸的地方 我们画一条线 再画一条线呢 但是不要画到最下面 就像这样 我们刚刚已经画了 在8寸的地方我们画了4条线 这样转过来 我们在这1.5寸的地方呢 我们画一条线 画到这里为止 不要通风画下去 画到这里为止 OK 然后我们在4.5的地方呢 同样也是画一条线 不要画到底 就这一条 不要画到底 OK 就像这样 这个线我们就画好了 画好之后呢 在折之前 我想要把这个 看清楚一点 就是说 我要把这些 这个部分剪掉 OK 这边4.5的地方留着 就是把这边剪掉 同样的前面1.5的地方呢 剪掉 所以这边剪掉1.5 这边也剪掉1.5 那就留下中间这一部分 还有下面这一片 就成一个梯形 OK 下面就来剪 嗯 因为我这个只是做示范 所以用剪刀剪 不是那么精准 但是也没关系 就只是一个示范 但是 呃 当你们自己做这个 真正做这个盒子的时候呢 我想用 呃 用这个 呃 直尺 跟这个 呃 美工刀来裁的话 可能会 比较准确 这样 这样这样就是一个梯形了 哈 提心做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按照 我们刚刚呃 呃 呃 画的线哈 要折起来 有很多朋友问到我这个呃 呃 这个画线板是在哪里买的哈 你在网站上可以买得到 呃 你在eBay上也有 呃 叫做Scoreboard 然后 中国 在台湾也有人 也有厂商 呃 呃 代理哈 他这个就是排的叫做马纱 叫做画线板 就是跟大家 呃 分享一下 好了 我们现在这个做好了以后呢 再T型的另外一边哈 我们这个有个这个是半寸的这一条 长条 这个长条我们因为 左右 呃 上下 各留了半寸 那讲到这边是半寸 那就变成一个小方块在这里 大家看不看得到 像这样 那我就把这个 剪掉 在方块的这个地方 就剪一条斜线 剪掉斜线的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 我这个小方块没有了 然后呢 我这个要贴的地方呢 剪了一个斜角 ok 然后现在我们就剪下面这些 这个T型这一方面 这个下面这 这一段哈 就是每一个 刚刚画现的地方 那个半寸的地方 我都把它剪开来 剪开来 剪开来之后呢 在这个旁边这里哈 我也是把它剪掉一点点 这样的话 等一下呢 就不会 组合的时候呢 就不会有突出来的 这个 情形发生哈 像这样 然后另外一边也做同样的 把这个稍微剪掉一点哈 ok 像这样 因为双面 我是建议大家用双面粘胶哈 这个 它的强 会比较强度比较强一点 就是粘度比较强哈 嗯 就是 把它双面粘胶 粘上去哈 在两边 就是半寸的地方 我都贴上双面粘胶哈 可以反过来 在这个梯形的地方呢 上下两个方块 在这个 外圆哈 我也给它贴上双面粘胶 也就是说三面 地方我贴上双面粘胶 贴的时候呢 是尽量 嗯 靠着边贴哈 边缘 我们现在开始组合了 组合的时候呢 是先组合一半边 然后再组合半边 所以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半边的这个 双面粘胶 拿下来 好 撕下来 撕下来的话呢 撕下来这一边 撕下来这一边 撕下来这一边的这个 方块哈 反面 我也把它双面粘胶 把它撕下来哈 我们现在就开始组合了哈 组合的时候就是 贴起来哈 组合的时候就是我们先贴一面 先贴一面 先贴一面 我们先贴一面哈 一边贴起来了以后 然后再把另外一边贴住 然后再贴第三边 然后再贴第三边 就像这样 OK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一片哈 就是 把它撕开来 这样 希望我这个教学呢 这个示范呢 对大家有有帮助哈 让大家觉得这个纸盒做起来 非常简单的哈 如果您有 对这个纸盒 有任何 对做这个纸盒 有任何疑问呢 希望你给我一秒 我会尽量给你答复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